他們吃不清桌 保理町的自我們社區 頭過的方保理 建立社區安全忙的工作 來應做安全社區 現好的方式來慶祝 社區幾名作回來 設計能夠慶祝不清桌 當時安排全人來考慮 如何來移行這個家庭保理 如何來推動社區 安全忙的地執 希望可以在他們吃不清桌的東西 也好幾名共同來參與 推動自我們社區 辛苦你健康安全的社區謀言 社區幾名當作唱歌歡樂 也要求社區來 議會上大的中部設計能夠 共同應接無清桌來教 主委社區慶祝無清桌 不然只是跟社區幾名設計能夠慶祝 當時基盤方博力建立社區安全忙工作 由全人間改相關的觀念和做法 希望推動社區 先為一個安全幸福的社區 包括我們的社區安全房 我們的家暴、我們的性侵 各方面的這些一些課程 有些比較有創意的這些課程 讓我們社區的 不管是長輩、勞動金、三代都可以參與的課程 可以跟社區安全房建立好 我想我們要打造幸福社區 這是很重要的預防 在這個母親節的前世 其實在這裡也要很讓我們美大母親、母親節快樂 透過這次的機會剛好是母親節 因為由社區這邊來發掘的問題 比較能有效的防止到家庭暴力 長輩也可以直接的照顧到 自從社區發展福利社區發展 尤其本的中部的福利服務照顧 尤其發展安全幸福社區 有四個面向 第一個是家庭暴力防治 第二個是老人暴力的防治 第三個是兒童保護 第四個是性別平等相關的作為防治 那後續的我們規劃做家戶巡訪的模式 來深入到每一個家戶區 這個是我們希望能夠建置的社區安全網 建立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 這個部分來完整的建構我們社區的安全網 社區表示,母親這是一個充滿感恩 幸福美鳳的戰日 建立社區安全網 最大的目的就是每一位社區基民 都生活在安全美鳳的環境中 這個目標更加需要 全體社區基民當作的努力 接下來王教成柴鳳報道